猫民绑架案破案后 舒克和β收到了克里斯国王白露的借鉴 等待过程中 β失手打碎了王宫的一个陈设 但是国王白露并未怪罪β 舒克β与白露交流后 认为白露是个好国王 白露宴请舒克和β 舒克β十分开心 大快躲移 夜晚 舒克β在自己房间休息的时候 突然觉得窗外有阴影闪过 原来是蒙面女 舒克β果断出击 但是经过一番打斗 还是让她给逃跑了 此时 舒克β发现蒙面女落下的克里斯王国地图 发觉蒙面女的目标可能是国王白露 中文字路那是国王露宫的一个问题 刚才是国王露宫的一个问题 这种问题是由于是国王露宫的一个问题 是国王露宫的一个问题 中文字路那是国王露宫的一个问题